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Color Corner Mandy, 你是否也有戴呢 是的, 我也試過很多不同的Color Corner 特別是現在出得越來越多 譬如有日行、有混血 之後可能有自然系列、裸妝 他們出得很多 究竟怎樣選擇呢 其實看到Color Corner 這裡可能有個3.50度 其實是你的度數 譬如我是350度的 那不是3.50度的 對, 你是6.8度的 那我6.8度的 對, 6.8度的 所以便是6.00度的 之後這個就是BC BC是甚麼呢 BC是你的眼球的弧度 我旁邊看, 你的眼球有弧度 之後就是D.I.A D.I.A是甚麼呢 其實是它的角色的直徑 對, 這是很多人關心 甚麼是大眼仔 如果它的直徑比你的瞳孔大 其實有放大功效, 就算是大眼仔 對, 其實我們要注意 有時不要只看D.I.A 即是不要只看直徑 因為其實直徑有關 可能本身你的環環 就算有色的部分 外面也有一點白色 其實是整個直徑 所以如果想分辨 究竟是大眼仔 或是Color Corner 或是你想放大效果多大 你就要看它那個… 著色的直徑 對 著色的直徑, 就是G.I.A 你就知道… 因為其實大約不超過12.6度 其實不算放大, 所以不用擔心 所以選擇Color Corner的時候 你想去看看那天想買甚麼效果 你就跟著色直徑去選擇 這樣就好很多 否則純粹去到眼鏡店 覺得這東西好像挺漂亮 我很想試 我買回去後, 發覺有很多 但是不是我心目中想要的效果 對, 我自己選擇Color Corner 我會選一些含水量比較高 因為我是戴半年 對, 我的Color Corner… 為什麼我戴半年呢 就是因為我有散光 而散光很難買到一天的Color 因為通常半年的Color 質感會比較硬 而且含水量會比較低 相比一天的那些 如果含水量高的話 眼睛會比較舒服 我長期戴著它 Mendy, 是否帶了一些Color Corner 來試試? 對, 現在我試這對 其實它的穿色直徑比較大 約13.8mm 其實戴上眼睛 如果對我來說 真的不太適合 因為它直接蓋了 令我失去一半的眼白 對, 眼睛… 你剛才不是說過 可能眼皮上下 不要分開太多 我簡直是看不到 只看到中心點太大 即看不到眼白 對, 我覺得太大 這樣就不太適合 但你覺得在眼珠上 放大一點就足夠了 對, 因為我經常覺得 如果眼大的人… 我覺得無論眼大還是眼小 如果你選擇的穿色直徑 太大的話 你想想, 其實沒有眼白 會很奇怪 對, 看上去的時候 因為你覺得眼睛太凌厲 對, 像卡工人物 那隻小紅, 全隻眼黑色 我好像一隻小紅 對, 有點奇怪 除了選擇這個桿的大小 還可以怎樣選擇 說回我的喜好 我現在很流行 很喜歡戴日行風格的桿 因為我覺得它做得比較自然 而且我發現戴上去是很舒服的 而且容易配搭 你知道吧, 有時候我們拍… 即使我們拍姊妹圖 也有不同的衣服、不同顏色 我覺得它也比較容易配搭 而且我比較喜歡戴啡色系 其實入行風格是否即是啡色 其實不是的 淺色 不是的, 一個系列 其實有出啡色、灰色 對, 或者很淺的 綠色也有, 藍色也有 我覺得那些顏色我不多選擇 因為我覺得藍色、綠色 真的比較難保持 我覺得選擇啡色是最沒死的 對, 很少會戴不住 或者平日常心會用不著 而最近我拿起這隻Mandy 是幫我選擇的Cone 這隻看起來挺淺色的 但戴上眼, 我又覺得挺適合 因為它沒有放大的功效 你看, 旁邊沒有很硬的框框 所以不會讓人感覺太嚇唬 即是把眼珠扭了 對, 但這對Cone 因為我本身的瞳孔比較深色 加淺色, 像加了層次一樣 看起來好像比較深碎的眼神 對, 因為戴了Cone之後 都會透過你本身的眼珠的顏色 對 這樣合起來就漂亮了 相比之下, 這種Cone 就像我以前會戴的Cone 是嗎? 這個呢? 它的框框比較實色 有外圈的框框 其實人家遠看或近看 都會發現你真的戴過Cone 有放大它, 對 明顯的效果是吧? 對 但當然, 如果是拍照或是遠鏡 看起來可能會比較精神 但如果你很近距離去看 我覺得這個沒有那麼強的框框 好像暫時適合我 即是因為你現在比較喜歡 可能純粹是自然風 對 所以不要又回家, 對嗎 對 我覺得戴Cone 特別是一些比較淺色的Cone 戴完之後 真的要化一個適合的妝容配襯 特別如果你是一些很淺色的Cone 像灰色, 如果你不化妝 會否給人一種好像有病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無論戴Cone 還是沒有顏色的隱形眼鏡 我覺得各位姐妹們 都要事先問視光師 確保你的眼睛是健康的 對, 如果你的眼睛有任何不舒服 戴Cone的時候有任何意欄 都要請教視光師